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加把项目实在嗨个网上商城 上一次课呢,我们完成了对于商品信息的修改 本次课呢,我们也是基于查询出来的商品内调 来进行的商品的删除 那么对于删除呢,我们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删除一般来说呢,我们分为两种 一种呢,称之为物理删除 这个词呢,也比较好理解 直接呢,在数据库里边将这条记录物理删掉 那么一般情况下边,我们就再也不能使用这条记录了 第二种情况呢,叫做逻辑删除 数据呢,实际上还是存在于表中 但是呢,我们通过查询的时候 过滤掉这种不符合条件的记录 让用户呢,在使用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呢,得到这条记录 那么在做物理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需要注意 有可能这个数据呢,已经被其他的数据引用 所以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呢 对于物理删除呢,实际上用的非常的少 我们绝大部分呢,都是用逻辑删除 那么实际上逻辑删除呢 相当来说比较简单 我呢,把思路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是逻辑删除的话呢 也就是在这个数据库的表里边 我们设计一个列 表示呢,这个数据是否已被删除 那如果说我们是删除这条记录 实际上就是修改了这个列的信息 把标识列,它的值改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后来我们在查的时候呢 通过这个标识列的值来进行过滤 而对于物理删除呢 实际上,它是真正的使用delete语句呢 从数据库里删除记录 这种情况在开发里边 其实见的比较少 那么本次课呢 我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delete语句呢 从数据库里真正的删除一条记录 但是这个并不是说明了 在我们后续的开发里边 只要见到删除呢 就是物理删除 好,这一点呢,需要大家明白 好,那我们呢,先回到页面 先看一下我们原先的商品列表页面 这个页面呢 已经实现了数据的查询 那现在我们的删除呢 有两个地方可以做 一个呢 就是对于操作这一列下边的 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当我点击的时候呢 我就应该将这条记录呢 从数据库里删除 第二种情况呢 是这个地方有一个负想框 可以随便的选择 那么选择任意多个负想框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按钮 点击删除 那么这样的称之为 批量删除 那么在我的例子里边呢 并不会涉及到批量删除 那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单条记录删除呢 就是点击号的这个图标 那我们先分析一下 如果我要删除这条记录 我应该在数据库里边 怎么去串一个C口语句 需要有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这个呢 比较好想 我们只需要传一个商品的ID 到数据库里边 我们就可以呢 把这条记录给彻底删掉 所以呢 我的DL的设计呢 就非常的清楚了 这边我们直接传一个ID 那有了这个方法呢 我们再回到对应的Mapper DeleteFromShopGood 条件是ID等于锦号0 好 那么这两段话呢 应该比较简单 我们就通过一个主件作为条件 将一条商品的信息呢 从表中删除 接着再回到Surface 这里相应的方法呢 也是类似的 不过大家也应该想清楚 如果我真的来做物理删除的话呢 在我们这个地方 仍然有可能 这个数据是不存在的 当我们查询的时候呢 这个数据还存在 但是当我点击删除的时候呢 有可能这个数据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在点击删除之前 有可能这个数据 被别的管理员给删掉了 好 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使用 我们就直接使用goose dl.deletegoose 就不做其他更严格的逻辑判断了 好 那我们的重点当然就是回到了页面 页面呢 我们肯定发一个ID过来 这个ID呢 它需要到action里边来进行处理 好 我就跟着这个后边呢 来写一个处理请求的方法 我们直接使用goose surface.deletegoose 这个ID呢 我们使用实体里边的getID 好 完成了删除之后呢 我们仍然返回到一个删除成功 好 这个方法呢 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 得到前台传过来的ID 获取到之后呢 传给surface surface呢传给dl 既然呢 调用mybody是呢 把数据或者这条记录呢 彻底删掉 然后呢 就回到列表页 所以我们只需要配置一个 这样的页面就可以了 好 删除完了之后呢 我们仍然回到列表页的第一页 如果我们再做的细点呢 也可以考虑 当前在第几页删除呢 反复的页面呢 还是保留第几页 这里都需要把页码呢 带过去 好 我这边呢 做了一定的简化 删除完了之后 不管是在第几页上面 删除的数据呢 最后都返回到第一页 好 最后一步呢 就回到页面 go the list 我们来看 这个页面呢 我们找到这个图标 我们使用一个onclick 这是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等会我们需要声明它 delete 把商品的id 传进去作为参数 在这儿来 我们写一个function 好 在删除之前呢 我们一般都会做一个确认提示 因为对于数据来说呢 如果真的是误操作的话 就很难给它找回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给用户一个明确的确认提示 我们使用交本 好 如果用户点击了确认了 我们呢 才执行了 请求的提交 这次我们使用一个location id.hif等于 这边呢 就是 go the dl 问号 go the.id 等于 id 好 那我们呢 后台的讲法代码和前台的页面呢 我们就全部完成了 现在呢 我们来部署一下 好 部署成功之后呢 我们回到页面 点击一下菜单 商品列表 接着 我呢 找一条数据来进行删除 比如说 我找 第一页的第三条数据 华为手机 当我们点击后边这个小图标的时候呢 它首先应该有这样一个确认删除的提示 那假如说我们点击 取消 当然什么事也不会做 一旦我们点击确定呢 那么根据刚才我写的代码 就应该将一个请求传到了action里面 这个action呢 我们已经设计了一个方法叫 dl 参数呢 我们通过固执呢 给封传过去的 好 那就可以看到 这个数据呢 就已经没有了 那么第一页的数据呢 进行了更新 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物理删除的一种实现方式 不过呢 我还是强调一点 对于真正在商业项目里边做删除呢 一定要慎重 我们绝大部分情况下边呢 都会考虑使用一种逻辑删除 而不会呢 使用物理删除 现在呢 我在这个功能上面做物理删除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一旦我们后续的功能做好了 那么我们再来删除这些数据的时候 在数据库里是删不掉的 因为这样一个基础数据表呢 被很多的其他表所引用了 比如说订单表 或者呢 评论表 所以这种情况 大家要明白 那么我呢 通过这个小例子 主要是想介绍一下 如何来做 物理删除 那如果是逻辑删除呢 实际上也不复杂 我们之前呢 就在个人中心的收货地址上面 做过类似的工作 我们呢 将一个默认的地址呢 进行了设置和取消 实际上就有点类似于 逻辑删除的操作 就是通过一个标识列数据的更新 来达到呢 它到底是删除还是未删除 它更多的体现是一种状态 好 那么本时刻呢 我们就介绍这么多 那么到此为止呢 我的后台功能呢 就暂时告一段落 因为有了商品的分类管理 有了商品本身的管理 那么我就可以进到了前台 这个前台呢 我们就可以回到首页上边 显示相关的商品 那有了前台的商品显示呢 就可以做商品的浏览 以及呢 加入购物车 以及下定单 那么后边一些功能呢 应该是属于 这个网站里边 最核心 当然也是最复杂的一些功能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好